大家好,我是名不见经传 发型不能乱,没事就爱扯扯淡的小飞 2006年,我穿着学师服在礼堂迎接毕业 而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国际天文联合大会上 394名天文学家正在为冥王星的去留问题炒得面红耳赤 冥王星身处太阳系轨道外层的科医博带 太阳辐射微弱,星球表面环境幽暗阴冷 预示着希腊人传说中的冥界并因此得名 冥王星是第一颗在科医博带被发现的矮行星 问题来了,一个冥王星能否位列太阳系九大行星 值得这么大的阵仗吗? 诶,值得 这件事不仅仅关系到冥王星自己在太阳系中的地位 整个太阳系家族构成都面临着巨大的变数 比如说,早在2003年被科学家所发现的行星奇纳 也就是细神星 这颗位于太阳系边缘科医博带的行星 直径是冥王星大小的1.5倍 质量也比冥王星大27% 所以如果说冥王星能成为太阳系的行星之一 那奇纳就更有资格成为行星了 而如果奇纳成为太阳系的行星之一 2002年在科医博带上发现的夸瓦尔行星 就明显感到不符了 它也比冥王星更具有成为行星的资格 同样的,如果夸瓦尔可以成为行星 那么比它体积更大的赛德纳也可以成为行星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越来越多太阳系边缘的天体被发现 如此算起来 太阳系内就会有23大行星 因此,天文学家们就在捷克首都布拉格 举行了这次国际天文联合大会 最后通过投票的方式 以237票对157票通过了决议 冥王星为降级归为海行星 至此,太阳系八大行星的成员正式被确定 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中 绝大部分的行星都是通过意外观测发现的 但海王星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例外 1781年的3月13日 威廉·赫希尔在英格兰的家里的庭院当中 观测到了天王星 40年后 法国天文学家亚里斯·布瓦尔 根据牛顿的理论 推算出了天王星的轨道表 但是在随后的观测中却发现 天王星的轨迹与表中的位置偏差越来越大 科学家们推测 是另外一个未知的行星影响了天王星的轨道 1846年 法国工艺学院的天文学教师 奥本·勒为耶 经过一系列复杂和完美的计算 推算出了一个结果 随后 他就给德国的天文学家 约翰·格弗莲·加勒写了一封信 9月23日 加勒收到信的当晚 就把柏林天文台的望远镜 对准了勒为耶预测的方位 仅仅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就发现了一颗星图上 没有记录的八等小星 海王星就这样 在一夜之间被发现了 更重要的是 在发现海王星的那一刻 清楚的证明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可以使用数学来发现天体 发现了海王星之后 天王星的轨道偏移 就有了解释 但是却并不完美 仍然存在一些异常 科学家们由此认为 是另外的一颗行星 对天王星产生了微弱的影响 所导致的 他们把这个天体 称为行星X 天文学家们在过去 一直认为 在海王星外 存在新的行星可能性 是非常小的 因为这个区域的物质 太稀薄 想要孕育出一颗大行星 需要的时间太过漫长 不过宇宙中实际上 存在着非常多流浪的行星 如果假设太阳系 是从茫茫宇宙中 裸掠了一颗 这样的太空流浪汉 这是有可能的 那接下来的几十年中 天文学家们 经过了数百次的计算 和尝试寻找 这个失踪的行星 却没有任何的结果 直到1989年 旅行者二号探测器证实 之前是天文学家 对海王星质量的 估算错误 导致了计算结果的偏差 有点让人失望 但是这种天体偏离 预设轨道的情况 在今天的太阳系中 仍然存在 在海王星的外侧 就是黄道面附近的 天体密集圆盘状的区域 科伊伯代 由于现代望远镜的发展 天文学家们 在科伊伯代中 陆续发现了 数千个小型天体 这些天体所在的位置 或者是运行轨道 超出了海王星轨道的范围 因此它们被统称为 外海王星天体 加州理工学院的行星科学家 康斯坦丁 注意到这些天体 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异常现象 它们的轨道呈现 极度狭长的椭圆形 而且直径比太阳 到海王星距离的两倍还要多 特殊的运行轨道 并不在海王星的影响范围内 科学家还发现 其中六颗运动速率 完全不同的小行星 运动轨道 却拥有着相同的轻角 因此科学家认为 是行星X的引力 对这些小行星造成了影响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外力的影响 这六个轨道异常的小行星 出现的概率 只有十万分之七 如此微小的概率 恰好意味着 行星X所存在的概率非常高 除此之外 在科医不带中 有着超过十亿个 一公里以上的小型天体碎片 所有的这些微小天体碎片的轨道 倾向于 以一种非常特定的方式进行排列 它们同样有着超远距离的近日点 而且这些天体 似乎并没有把海盲星放在眼里 它们几乎脱离了海盲星的轨道 这是非常奇怪 而不符合常规的现象 除非是有一个较大的天体 将它们拉向同一个方向 而且其中的一些天体轨道 严重的偏离黄道面 几乎能够倾斜到90度 这就意味着 必须有强大的外力参与 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正是因为这些力学的奇怪现象 让大部分科学家坚定的认为 第九大行星是一定存在的 否则 不是我们的物理规律有问题 那就是这个世界本身有问题 加州理工学院的团队 将收集的数据进行计算机模拟 计算出这个天体的质量 大约是明王星质量的5000倍 也就是地球的10倍左右 直径是地球的2到4倍 这使得它的重力 能够主导太阳系的外缘 如果这个大家伙存在 它的一切性质都满足行星的标准 绝对有资格被视为太阳系的 第九大行星 天然家还推测 星星X很可能是一颗冰具行星 它的成分与天王星和海王星相似 由岩石和冰的混合物 与一部分气体来构成 问题来了 星星X如此巨大 又几乎可以确定它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还找不到它呢 首先 星星X拥有和其他外海王星天体 一样狭长的椭圆形轨道 围绕太阳的公转周期 大约是15000到20000年 距离太阳最近的时候 也要280个天文单位 也就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280倍 而远日点 更是能够达到1120个天文单位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相比之下 遥远的明王星的远日点 只有49个天文单位 再加上行星本身是不发光的 距离太阳那么遥远 这就导致它在夜空中的亮度 比海王星的亮度 还要低上数百万倍 所以即便是在现代的 天文望远镜下进行观测 仍然需要一切条件 都达到几乎完美 没有月亮 大气平静 光线不会受到丝毫的团流影响 这样条件的夜空 美然没 这样条件的夜空 每年都会出现 但是概率却很低 而且需要连续的这样的天气 才能在浩瀚的夜空中 进行扫描观测 从2016年到现在 加州理工学院的团队 只进行过两次 这样的连续观测 显然这样的进展 对于寻找行星X 可能需要上千年 另外一个 人类总是荒谬的自认为 对于我们生存的太阳系 非常了解 但实际上 太阳系要比想象和了解的 更加庞大的多 它封装了我们能够观察到的 所有物体 这第九颗行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它与太阳之间的遥远距离 使得它有足够的空间来隐藏自己 尤其对于以地球为中心 进行观测的人类来说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是对世界本身性质最贴切的诠释 那么问题来了 要怎么样才能找到第九大行星呢 其实也不难 那就是给太阳系来一次人口普查 这就有仰仗一项即将上线的新设备 LSST是大口径全天巡视望远镜的简称 全新一代的LST正在致力调试和建造 它已为开创了暗物质概念的美国天文型家命名 叫做维拉鲁宾天望远镜 维拉鲁宾望远镜 按照收集的光量和视野宽度来说 规模是目前现役和正在建造的任何一个 寻天望远镜的10倍以上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目前人类建造的最大的数码相机 它的镜面直径8.4米 感光能力是人眼的1亿倍 照出来的全尺寸照片 需要378台的4K电视机才能完全的显示出来 这使得它一次就能完成哈勃太空望远镜 需要花120年时间所做的工作 而且它在工作的第一个月所观察到的宇宙区域 就将超过之前所有天文观测工作的总和 维拉鲁宾望远镜每天晚上能够拍摄1600张的图像 产生20到30TB的数据 它的主旨是揭开宇宙中的暗能量之谜 帮助人类深刻的理解宇宙的历史和未来的发展 望远镜将每隔一小时就会拍摄出整片天空的两张图像 这就意味着加州的天文学家可以根据光点的运动 来区分出太阳系内微弱的恒星和其他的天体 更高效地去寻找第九大行星的踪迹 它带来的结果就是 要么发现第九大行星 要么发现使得外海王星天体轨道异常的更多其他的天体 除了被假定是一颗行星 也有科学家推测 这个天体可能是一个流浪的黑洞 它被太阳系拉拢入群 并搅乱了外围天体的轨道 这个黑洞并不是恒星死亡坍塌后聚集而生的 而是存在于霍金理论设想中的原初黑洞 霍金认为原初黑洞是宇宙大爆炸后不久产生并遗留至今的文物 大爆炸之前的宇宙被天文学家叫做原初宇宙 原初宇宙的爆炸是不均匀的 一些局部空间能量密度太大而导致煤崩开 反而被压缩成质量无限大的点 以及周围形成的黑洞 这种黑洞大小不一 最小的可能只有粒子大小 一般的原初黑洞跟太阳系常见的小行星质量类似 这些黑洞随后漂流在宇宙的各处 一些已经通过护金辐射消散掉了 那另一些则吸收物质壮大存活至今 因此有天文学家认为 海王星外天体的异常轨道 以及一些引力事件 可以用质量为地球数倍的原初黑洞来解释 当然原初黑洞同样是一个假设的概念 并没有被正式存在 大多数的天文学家认为 这个假设太过大胆 对于第九大行星的存在 始终是存在争议的 美国天体物理学家Eason-希格尔 对太阳系中存在尚未发现的行星 持怀疑态度 但是他推测 太阳系中至少有一颗超级地球 这种星球在其他的行星系统中非常的常见 但是在太阳系中却还没有被发现 超级地球可能在太阳系早期的动力不稳定的期间 已经被弹射到了宇宙的空间当中 不过这种概率经过计算只有2%左右 也许它还隐藏在太阳系 我们观察不到的某个角落当中 干扰着这些刻意不代的小天体 对于第九大行星究竟是否存在 你有什么看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分享你的观点吧 严格上来说 第九行星并不是学术上正式的名称 这个假说最初被提出的时候 天学家以干扰者来称呼这个天体 那根据国际天文联合会对于天体命名的规则 如果第九行星的存在得到正式 将优先考虑以发现者提出的名字作为正式名称 那依照以往的惯例 名称也有可能取自罗马或者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所以说在座的各位还有机会 如果是能确切的证明第九大行星的存在 很可能在以后的太阳系中 就会有一颗以你的名字命名的行星 想想还是非常酷的 大家努力吧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关注订阅我的频道点赞评论转发 我是小K下期再见